一名男子凌晨不睡觉 提着大包小包的红色黄色塑胶袋 鬼鬼祟祟在骑楼徘徊 趁着四下无人拆开塑胶袋 里面装的红漆 随手就往办公室大门泼了过去 接着拿出一大点名纸撒在地上 就连屋主停在门口的名车也不放过 持续泼 持续撒 这辆黑车全都被红漆覆盖 恐吓意味相当浓厚 由于泼漆地点就位在万华常态解母 社区发展协会 屋主陈姓男子最近有意参选里长 但警方调查发现整起事件和选举无关 而是陈姓男子的无姓好友 向他借钱不成 心神不满 竟然就跑到对方办公室 泼红漆撒明纸泄愤 虽然被害人不提告出不予追究 警方仍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以送真办 泼漆的无姓嫌犯也被棋底 是前职棒三伤虎队的球员吴俊贤 在1997年因为黑鹰事件 遭到判刑终身禁赛 2014年又因为酒驾被带 就测值甚至高达1.1毫克 前职棒球员原本前途一片看后 却屡次弄上新闻版面 而且都是负面事件 一时糊涂也赔上自己的一生 它的印象是有些卖之外的 我脑的免费 也一定是不费 被葩 悔 我脑的赃